《 未來》 Sammy 還未來? 還不太晚了 還未來? 要錄影了 難道真的會變魔術? 來了嗎? 當然了 才有主題 什麼主題? 未來 未來? 就變成未來 果然是一個難剪 我的問題 說到未來的啡牌 這期只有一副牌 最流行的 最紅的就是這副 不用說 這副叫做Evolution 又是Kickstarter佳作 如果不知道Kickstarter是什麼 其實就是自己放一些項目 然後叫人家支持這個項目 一個集資的網站 什麼項目都行 對 啡牌是大熱來的 這期很流行這副 其實都是USPCC製作 你見到的貼紙 叫做Evolution的啡牌 這副Evolution 如果你看這個殼已經 閃亮亮的 很閃亮的 這兩個位置 旁邊這些位置 都是非常漂亮的啡牌 還有後面這些紋 會令你想起那套Tron 那套電影 這副牌內裡有什麼乾坤 還有什麼人最喜歡買呢 Sami 通常都是小朋友 年輕人 那你只是叫我不要買 不是 你也會買 你也很年輕 為什麼年輕人和小朋友這麼喜歡買呢 因為喜歡高科技 這副東西裡面 內藏高科技 未來其實有很多元素 機械 例如高科技 激光 這副牌的概念 設計那間公司 網站有寫的 那間公司叫做Elite Playing Cards 這間Elite Playing Cards 它就說 2050年 比我們2047更厲害 2050年 這個Bicycle 仍然都是全宇宙 最好買啡牌的公司 那它就用了這個概念 設計一副 2050年的啡牌 其實漂亮就漂亮在 其實Sami說 不是這樣 發出來最漂亮的 很多時候啡牌就發出來最漂亮 先說一下 一個牌背的玄機 給大家聽 它一做完那一刻之後 即買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放在這裡 給大家試一試 Sami 拜託你 你發覺這隻牌背的啡牌 這裡有一點光 這裡有一點光 這裡還有一點光 這裡還有一點光 有四點光 但是當你一散開啡牌的時候 你發覺那道光 是會有一條光 就變成激光 沒錯 所謂 沒有難夾了 我終於想唱一首 光加熱 這個是完全違反科學原則 是的 還有它直都可以 不只是打橫可以 譬如它直都做到那個效果 不過當然我覺得橫是漂亮一點 譬如那些 你當那個激光式打橫行 其實它做到那個效果 很漂亮 我一見完這個 真的可以 即買 都未開副牌裡面 只看牌背 你已經覺得 即即清奇 難怪這麼多人想買 裏面有什麼玄機呢 裏面其實它有兩隻竹卡 這裡 你發覺竹卡通常都是很清楚顯現出來 它這個好像經過時工隧道走出來 哦 好 好 再看一下這隻就是招牌牌 是的 Elite playing cards 招牌牌 它另外跟這隻相對應的 就有一隻特別牌 這隻特別牌就是 這個是牌背 然後它後面是刺的 就好像一個時光隧道 那你就這樣看 就好像以為它是一隻雙面牌牌 Double back 其實是一隻blank card 喂 可不可以勞煩你示範一下 那個彈牌 轉牌技術呢 彈牌轉牌 是的 我們試一試這隻吉牌 我們試一試彈牌轉牌技術 給大家看一下 不如我用一隻顯眼一點 它可以變走一個Logo 變走一個Logo 是的 OK 沒問題 我們試一試就變走一個Logo 大家看看 看不看到一個Logo 看不看到一個Logo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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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1 2 3 是不是不見了一個Logo 厲害了 這隻特別牌 起碼可以這樣用 好像擦走一個Logo 擦走一個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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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試試看得到 如何擦走一個Logo 好 講解裡面的特別牌 我覺得漂亮 這套是一套 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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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肯王 就是一套 一套 它揮成一套 兩套 一套 每一套 一套 而且 還有煤花是有個濃濃濃的激光效果掃描出來 這裏都是紅森的掃描效果 旁邊也是有個EIGHT打動寫出來 是的 這些都是一些有趣的東西 跟剛才Joker打動寫Joker 都是相影成趣的 好了 爭取時間了 講完煙 煙其實沒什麼特別 都是寫著Evolution 是的 另外其他Jig Lui King 你看到那些Cord Card 都是玩了單式的Cord Card 麻煩了Semi 這個可以看到 好了 那個階磚煙又是沒什麼特別 四四方方的樣子 然後那些Cord Card 我們又是拿著即吊 我們又拿回即吊來做比較 其實都有一半下 就不夠它剛才牌背的設計 它花了一些心思在牌背面 這個也是Eleven Playing Card 上次玩的東西 你看到就算是紅森十那樣 就算是挺帥氣的 都很帥氣 它就不跟傳統的牌法 它的設計意念 它的紅色和藍色那些一粒粒的花 好像未來的戰鬥機按的按鈕 很漂亮 好了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買牌不是只看牌子 還要看牌盒 沒錯 牌盒原來有review 是 就在牌的底下 我們看看牌的底下 有個review 麻煩Sami 講講review 是甚麼 是否露出來了 7 of heart 是 上次講過了 如果你真的變牌的話 你可以叫人家抽一隻 安排人家抽一隻紅心七出來 是 然後就說 其實我早就知道你那隻牌是否這樣 紙一紙 就是紅心七 就是紅心七 那就搞定了 這款evolution 真是很好賣 很好賣 好賣法又如何呢 好賣到我買了兩條回來 我入了兩條回來 一條即是二十 你說一條給大家知道 因為未講過甚麼是一條 是的 通常一條即是十二副pepper 十二副pepper為之一條 兩條pepper即是二十四副 二十四副是一個星期之內 剩下剩下剩下 沒有了 好 紅心七 review evolution 來到東花伯伯 好 現在找Sami談談戀愛牌 謝謝 Hello 好 今天的主題還是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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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未來 不如說回 我第一次找你買 訂回來那一副牌 嗯 就是這裏 這副呢 Grid 不止Grid這麼簡單 是The Grid 指定要這副 就是那個Grid 哪個Grid 說一下這副牌 其實都是USBCC設計的 但如果你過來看 他有一間設計公司叫做 4PM Design 4點鐘設計 是 有一個傳說的 就是這班人 睡得很晚 所以他做設計的時候 4點午就才睡覺 所以就變成4PM Design 這副牌 為什麼這麼好呢 因為當年在Kickstarter 是超好賣的 是 有趣的地方是 你開盒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有一種電池的效果 因為他都是說電池 所以你開到出來 你好像有那個電芯 正極和負極 然後就拿副牌出來 這個正極和負極 就配合那個牌背 沒錯 配合那個牌背 當日你銷售我這副牌 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的設計 譬如這個Double Back 如果你想像這個是電路版 這個Double Back 是的 有些意思 有意思 另外看看紅藍色的Joker設計 其實我甚至覺得這套牌是inspire了 我昨天說的那副牌 那副Evolution 又是藍色和紅色設計 是的 講講兩隻Joker 很漂亮 它是藍色和紅色 而且你看到它不像一般Joker 因為一般Joker的畫風是比較古舊式 這個比較新潮 未來的Joker 是的 未來的Joker 這副牌 古怪的地方是它Fan的不是那麼漂亮 可能我的技術就不夠好 是不是 那我不如交給SamiFan來看看 是的 那種感覺是乾乾的 很多時候我們做牌的時候 都會試一下做小Fan 小Fan都這樣做大Fan更難搞 沒錯 要做個大Fan來看看 好呀 做個大Fan來看看 什麼叫大風扇呢 今天我們第一次在帕克烈傳做大風扇 一日 好 那這個就是大Fan 都可以 但如果順的時候那些大風扇是很漂亮的 但你厲害就厲害 你馬上把Cord Card都拔出來 剛才我們看看Cord Card 我們的Cord Card都很漂亮 譬如我們看看Jig 它好像Fan底片的效果 是的 Jig Loking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眼耳口鼻全部都是紅色的 因為以往都是黑色的 實色為主的 它比較淺色一點 OK 那又是另一種風格 好了 其實其他Pair Card都是用這個設計 我們又看看霉花 即Jig Loking 其實都是類似設計的 OK 好 那講完Cord Card之後 我們講一下 燕士 葵線燕 葵線燕 又好像有電腦板一樣 是的 戒鑽燕 也是有電腦板 是的 梅花燕 還有紅芯燕 OK 四條燕 OK 好 快點講完 還有兩樣東西值得講的 我覺得第一樣東西就是 它的特別牌 它這個特別牌就是交叉牌 就是不知道你說哪一隻牌 就是這隻交叉牌 上面是紅X 下面就是藍X 是不是有時候可以玩魔術 是可以用這個方法來玩的 這個還未研究到 因為其實還未知道它的設計 究竟是用來玩什麼魔術 純粹是一個很特別的配牌 給你儲 對 因為很多人都儲這些特別的配牌 4PM設計是靠這副牌起價 然後就變成一家很出名的設計公司 最後就看看 那些點數牌 我們看看點數牌 那些點數牌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有評判的 其實你看到這裡 看不看 它評判了是 Diamond 是的 那就是階磚牌 前面可能就 看看是不是4 階磚4 另外它這裡有個QR Code 是的 其實2012年設計這副牌的時候 QR Code 在配牌裡 都不算是 不算是 很多 很罕有 今天就介紹完這副Grid 這副Grid 是超級受歡迎的 於是 怎樣呢 很難找 再Grid 就叫做Grid 2.0 好 明天再說 好 好 好 The Grid 這套沒有The 因為它是Grid 2.0 這副就是Grid 2.0 這副Grid 2.0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上次說過 就是一套叫做 4點下5公司設計 當年 打響頭炮 就是因為它搞未來概念 沒錯 但是我打算再出第二集 通常都是 差不多 差不多 甚至乎 你鼓行第一集 你有計劃 你第一集都出來了 嘩 竟然可以逐集比第一集 我覺得 真的極端比第一集 這副就是Grid 2.0 你看到它的2.0 它的設計 你都覺得是 多了 但是最厲害的地方 都不是這裡 它很細緻 譬如Grid 1.0 它是用黑色貼紙 Grid 2.0 它是用白色貼紙 有一種陰陽的效果 除此之外 它後面 電路板是多很多的 是的 它由第一代的電路板 走到第二代的電路板 我覺得醒了 沒錯 這樣也不單止 它最厲害的是 它有吃回那個review 是承接上一集的review 上一集的diamond 到今集的diamond 它是承接的 那又 扯起到第一代 和第二代的那種效果 不過它厲害就厲害在哪裡呢 我也是買了第二代先的 它這裡就 看一看 它是 Premium Casino Stock 是不是第一代賺到錢呢 所以它第二代可以 投放多些資源 因為第一代 第一代 它是用普通Bicycle 和Air Cushion Finish 是的 上個禮拜 我們講過 空氣Cushion 都很好 是的 但你再看一看 對這裏 它就是 賭場 賭場 質素 還要是 魔術絲 即是好像 絲綢那種 感覺 剛才Fan出來就知道了 這個很爽的 這個很爽的 但最巧妙的 再控制 看到這幾個字 UV Ink 有UV效果 怎樣有UV效果呢 我們就要找 由未來的 補佩期 未來之補佩期 告訴大家 現在來了 好 來到 我們怎樣可以示範到 Ultra Violent 紫外線效果呢 首先要 關燈 好 不用怕 因為佩期已經預備了 紫外線 這個不是那些 液晶體獻的眼鏡 這副牌來的 就這樣照 就未必看到 控過來一點點就看到了 你照一下牌背 其實它是有 螢光的效果的 嗯 除此之外 你隨便抽一隻牌出來 譬如 一隻King 你照一照一隻King 看不見到King的那些線 動一動來看看 是會螢光的 是的 King的那些線是會有螢光的 另外 雷也有這些螢光線在這裏 好 Jake 是不是可以 好 接著再看下去 Sammy 我們拿一隻 十來看看 拿一隻六來看看 紅心綠 你看到紅十六嗎 就這樣看是沒有的 我們先亮一亮燈 亮一亮燈 是沒有的 好 再照紫外燈下去 就是六多了很多公仔 另外就是紅心煙 看到嗎 看到嗎 還有些八字在這裏 有些電路板 好像你能夠有透視眼 看穿褲牌後面的電路板 沒錯 所以OK 先亮燈 先等等 剛才就這樣看到這條線都已經很漂亮 還有那些Jake Lui King 他真的跟上一段做Grid 1的時候很不一樣 真的有一點未來的效果做出來 包括那隻顏色 它青青的 是一種突破 煙鏡累積我們都看到了 好了Sammy 還有一件值得說的 其實它紅心就用了綠色 反而它葵線和梅花 它就用了灰灰底的色 不好意思 拿給大家看看 譬如葵線煙 葵線Jake 葵線雷 葵線傾 都是全部做到那個效果 譬如這隻佳磚 我們剛才 好過癮吧 看多一次那四條煙 怎樣做出來 好嗎 我們先拿梅花煙出來 Sammy 好嗎 好 我們拿梅花煙出來 好 我們把煙糞 放在一起 好 然後那些Jake Lui King 又放在一起 好 然後做回剛才的色燈效果 給大家看看 阿佩奇 你預備好了 好 我也是來的 我覺得這副牌真的很漂亮 難得 難得 你看到它全部是灰色的 即是一隻Color Tone 不會有幾隻Color Tone 除此之外 它還做到那個螢光效果 偷視眼預備 關燈 關燈 你看那些四隻煙 你看那四隻煙 你看那四隻煙漂亮 哇 真是緊要緊要緊要 好 麻煩 燈光效果 搞定 Sami 最後兩招 要靠你講解 首先就是兩隻Joker 是的 兩隻Joker 你發覺 有一個 都是做回我們Grid1的效果 有兩個磁極在 一個大一個小的 還有它有玄機 我們不斷地開燈 外面都覺得很奇怪 以為我們在這裡壞了電子 但是真的要做多一次 給大家看多一次 我來了 貝奇你預備好了 好 這裡沒有什麼 但是這邊有review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梅花傾 我們zoom來看 review 就是梅花傾 也就是review了這隻牌 看到嗎 剛才中間小圓圈 有隻梅花傾 所以這兩個Joker 真的有一點不同 這隻是大Joker 另外那隻是小Joker 開燈 最後 講一下 扭闊 Double Bag Double Bag 是一樣的 是的 但是我以為 已經好玩到 玩夠東西了吧 Semi 誰知道 還有這隻review牌 這隻牌 平時是白版 沒錯 平時是白版 但是交給Semi 摩薩斯斯 立刻有很神奇的效果 貝奇你來看 是關燈 預備 發覺是一隻葵線 是五來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夠玩東西的話 其實你可以 彈到一隻葵線出來 沒錯 就是前一隻葵線出來 真的這副牌子好玩 好了 最後講一下 其實它不單止漂亮 剛才講過 Magic Finish 真的 那隻手感是很好的 我們不如給Semi試試 好 Fan來看看 大Fan、小Fan 麻煩佩奇 麻煩你的紫外線 上次做Grid 1.0 有點絕絕的 是呀 這次是狹狹的 這次你發覺 嘩 你看到速度 上次的速度是沒有那麼快 還有你單手收回來 你看到是順的 你感覺到是順的 就算碰不到也好 第二 大Fan 例多一次 大Fan 我們通常大Fan就分一半匹牌 OK 接著之後 我們每一隻和每一隻要在一起 OK 不要以為很容易 練了很久 接著之後 我們Fan排背給你看看 好嗎 排背 是的 當然 你還可以再多一點 好 再多一點 如果我們關燈多一次 玩大Fan的紫外線 是很過癮的 它整個排背 好像整個Tron的飛碟一樣 做到效果 你看 你看 全個排背 一個大飛碟 簡直是有Star Wars飛碟的效果 好 今天先講到這裡 放一個大Fan出來 謝謝Sami 不用客氣 Fanesssir去哪裡 Fanesssir應該明天會見大家 好吧 我們明天找Faness 看看她有什麼牌技和大家玩 謝謝 OK 不用客氣 Fanesssir你好 你好 這些不算魔術 這些叫蹲下起來 好 今天主題知道嗎 Sami有沒有跟你說 今天到此 今天是 未來 未來除了有激光 除了有電腦版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主角 就是什麼 機械人 所以今天要介紹這套 RoboCycle 我看你也入了不少 不如 這裡還有一副 我們可以一起比較一下 RoboCycle有兩種顏色 黑色是普通版 另外藍色是特別版 為什麼藍色好像少了一副呢 因為我已經買了 所以我帶了我買那副回來 所以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牌背 牌面 牌面 牌背 我們開副特別版來看看 好 為什麼一副特別版這麼有趣呢 因為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它也舊的 2011年 算是早期 未跟其他人合作 但它也做到這件事 就是之前兩副的電極 有兩個齒輪電極 在這裡 好了 還有它這裡寫著 Design in the future Space age technology 最先進的效果 最先進的 我們看看 一開 有什麼這麼先進呢 原來就有一個網站 這隻就是 Bicycle當時在推動它的網站 不僅僅 它還提供了 Facebook 和Twitter 那是2011年 他們是喪咎他們的Facebook 所以很多隻 2011年出的Bicycle牌 都有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都可以是歷史見證 可以嗎 可以 這就叫特別牌 廣告牌 另外 這些電路版 就 像我們小時候玩 他的家人多一點 類似是70年代對未來的一個幻想 這副特別牌 還有一隻就是 這隻透明牌 不是透明的 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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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牌是否可以變出來的 有玩的 除了玩Water 還可以上面寫一些 你想表達的意思 然後又變出來 對 變了出來 那什麼叫70年代對未來的K-Pan 你看一隻竹卡 你看 拿著一隻竹卡 這些是否簡直是那些想念 機械人 對 或者是小路寶 小路寶年代 那些 好了 這兩隻牌之外 Robocycle 主卡 燕士 攜線煙 還有你見到攜線 它用的藍色 其實是特別漆油 就跟那個盒 有一種Metallic Color 對 配合牌盒 還有它的貼紙 都刻意印過另一隻 金金的 好像柚的顏色 有點像油漬的顏色 有些機械效果 好了 我很欣賞這隻藍色 因為很少 沒見過它印這隻藍色 我直接看 Jig Lui King 麻煩你介紹一下 拜託你 Jig Lui King 中間的核心位置 你見到燈膽有烏絲 在中間 另外 他的胸口 有一些類似 Meter 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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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 有一條針 左右擺 但他藏了一些攜線 藏了一些梅花 做圖案 你見到他那隻藍色 是挺有趣的 不過你就這樣看 就未必分到 即吊和傾 機客人好像沒有分男女 通常傾 拿著長刀 紅色是怎樣 紅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傳統的紅色 你見到 都是傳統的紅色階村牌 但職類傾都是個別設計的 謝謝 這副牌 我覺得收藏價值在哪裡 收藏價值就是 早就早在 他還未跟其他任何人合作 即是Bicycle 自己出的概念牌 以及用特別色 所以這個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以及他算是早期的特別牌 所以也有收藏價值的地方 如果你擺一套像這樣 其實都挺帥的 但我覺得 這副牌 雖然不是很貴 我覺得屬於便宜的系列 但是他很滑 他算是相當滑手的一副啤牌 你看到這個 Tardis Faness 當然要他 Fan一下 其實他也是很滑手的 你又表演一些Fan 或者其他手法來看看 Fan 你看到他沒有白色邊 但他也用一些整體的顏色 去排盒的顏色 對我們玩魔術是有幫助的 還有沒有表演多一個滑牌的技術出來 單手Fan應該怎樣做呢 單手Fan 其實我們需要用兩隻無名指和中指托著 另外 食指和尾指先夾著 真的好似這樣 對 不過反過來 我平時是按摩 反過來 我們用少一點 練習就用少一點 對 拖著 然後 當你這裏壓下來的時候 武器壓下來 然後 可以按下去 滑出來 單手Fan就是這樣 如果我速度快一點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圓的效果 技巧在哪裏呢 Fan Ness 跟我說 技巧你要相信 這個世界是有地心吸力的 因為就算排得這麼輕 也好 其實它跌下來 再同一時間 打開它 其實也有少少要靠地心吸力 才能做到孔雀開屏的效果 是的 不要說因為跌到地面而放棄 你要有恒心去練習 我練習的時候都未到這個效果 為了慎防 經常跌在地上 我是決定坐在地上練習的 Fan Ness 糟了 今天星期五 我們收到觀眾的意見 是 就是這個星期 未變魔術 是 但是Sammy又很不空 每個人都拖著他 你有沒有辦法 教一下大家魔術 我們昨天就介紹了這副牌 今天用這副牌 變魔術來看看 你想我直接玩還是教大家 直接玩一次再教 好嗎 都好 但又沒理由教個男人 這個時間又要 來自未來的魔術小姐 佩奇 麻煩你 出場 出場 好 我們怎麼玩 是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救 首先我玩一次 之後再教大家 好 好 你來吧 我用回我們剛剛介紹過的那副 RoboCycle 特別版藍色 這副很漂亮 好 我先切一切 這副牌桌面 這些是典型魔術師手法 我又想佩奇你隨便幫我抽一隻 嘩 你的衣服和副牌一樣會 我的衣服和副牌一樣會 麻煩你幫我拍照這隻牌 嘩 發達了 你先閉上眼 先閉上眼 閉上眼 閉上眼 對焦好嗎 看到了 兩位都記得這隻牌是什麼 發什麼數字 好 好 好 麻煩你幫我放這隻牌 到這個位置 好 好 看著 放上來 好 再放在桌面 是 這副牌 和其他牌 都是有些 圓妙之處 就是有機械人 有機械人之外 還是心連雙通 心心相近 心連雙通 機械的心 沒錯 只要拿手指 你剛剛選擇那隻配牌 就會反轉了 是嗎 對 不如佩奇 在桌面慢慢追 叫你FAN 摊開啤 不是 已經有隻反轉了 對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有一隻是靈魂寫寫反轉了 這隻會不會是你那隻呢 是嗎 不是 大家都說不是 觀眾也說不是 但這隻Pair牌 是提示牌 就會告訴我 你不要繞 這隻Pair牌 下面數到第五隻 就是你的Pair牌 五隻 一 就好像德州伯克 一 一 二 三 四隻 這隻就是你的Pair牌 我開了 先放在這裡 OK 預備 準備來了 這個已經做了 是嗎 已經預備了 你站遠一點 等它開 免得去做手腳 OK 3 2 1 真的 所以說發達 十顆轉成 對 但這四隻Pair 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 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 不如我們 攤開看看是甚麼 好 我們來 你來 我們一人兩隻 1 2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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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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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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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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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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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以色高達的粉絲 你也是嗎? 是呀 你又說你英俊吧? 以色高達的英俊 英俊在哪裏呢? 最主要是很細緻的位置 陰影甚至是一個輪廓 好像日本的武士 但你留意這個不是以色高達來的 這個應該是Mk2來的 另外幾個主角 這個真是全高達系列超級無敵 不可能有人受歡迎過他 超人氣 超人氣 馬沙 一如Star Wars的黑武士一樣 認住他的眼鏡 這個就是馬沙的死對頭 類似Star Wars的Skywalker 就是阿寶 阿寶在Z那裏是要復出的 是呀 再打的 因為中間這個就是主角 出了事 要阿寶出來 這副牌呢 Joker呢 就是司令來的 是呀 有黑色 還有有紅色的 真的有紅色在裏面 哈哈 變了魔術 很有特色 他每一隻都 這些都不同 是呀 這副牌有趣的地方是卡東黑牌通常會這樣的 他就同一隻花 就那十幾隻牌都會不一樣的 但是下一個花就是那幾隻的 那你看回呢 他做回高達的效果 這個那個新型戰艦 上面有幾個機械人的 主角那幾個機械人的展影 就是黑色的 就是 Yen C就是一隻戰艦 King就是你的最愛 加美柔 與Z高達 給你主角機 所以是King 有得搞 王牌 王牌機師 King之後就吹了 阿寶也是有點柔弱 所以被人當了是女 Mk II 然後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高達系列的機械人 就是這個白色 很多人喜歡紅水星 但是我真的太喜歡白色了 死了被人說土豪金 哈哈哈哈 白色真是漂亮的 而且也是很尖面型的 還有那支炮真的很突破 另外他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其實就沒有的 只是看牌的 只有三個主角 全部都是一樣的 可以不看亞吧 全部都是一樣的 好 介紹完了 紅芯也是這樣 梅花也是這樣 佳磚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間 要再請我們的魔術女郎出來 拆解剛才你的魔術之謎 因為你說所有人都應該有機會學會的 而且這次你加些花生下去 怎樣可以花切 當然 好 拜託你 貝奇 麻煩你 好紅色 那麼怎樣 是 放心吧 這個難易度是中階 每個人都學到的 首先呢 就把這副PAPER52隻 每一隻不同的 首先抽了 煙 四隻煙 四隻煙 還有其中一隻五 舉例是 紅芯五 另外一些 次序 拌亂都沒有問題 OK 然後呢 就把 反轉 四隻煙 收起來吧 四隻煙 之後呢 把一隻五放在上面 記住了 牌面是向上 是非法版的 OK 然後呢 把我們剛才這一疊 就放在上面 那你玩之前呢 做好這個準備 就可以開始這個魔術 首先呢 我們做一些叫做 假設 即是 false cut 那麼就 切了牌在桌面 但是呢 那個次序呢 其實是沒有混亂的 仍然都是 在這個位置 底這個位置 很簡單 我試一下第一次 第一次先 你拿去PAPER牌 拿少許 分開三疊 第一疊放在這個位置 放在中間 三疊放在這裡 那 就照次序 收回去 對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下 false cut 看到呢 都是在底部 OK 那呢 就做完這個 一下之後呢 就 問觀眾 隨便 抽一隻 就是這隻 接著是 接著是 這隻 接著是 這隻 叫做 swing cut 將 一疊 拿過來 請觀眾 將這隻 放上去 這個位置 OK 另外 將另一疊 搭上去上面 放在桌面 我跟觀眾說 其實呢 只要單手指 這個魔術動作 就會 啟動了一個 裝置 就會將 你選擇的 PAPER牌 反轉了 OK 麻煩你幫我 將這副牌 攤開它 對了 你看到 觀眾選擇的 PAPER牌 在這個位置 正常來說 應該反轉 就像這樣 OK 觀眾看見 其實應該加專 紅心5是反轉了 因為 一早已經預備了 那你就說 這隻PAPER 紅心5 是你的PAPER OK 那 當然 大家都知道 這隻不是 觀眾選擇的PAPER 那 我們就說 這隻是 提示牌 就會顯示了 只要 由這隻PAPER 開始掃到第五隻 就是 觀眾選擇的PAPER 我們掃到 第一隻 第二隻 第三隻 第四隻 第五隻 一隻就放出來 請觀眾 麻煩你 幫我打開它 這隻就是 觀眾選擇的那隻 不過你抽得很厲害 我懷疑你有些 神級的魔術 有些天分 有些天分 因為紅心5和佳豬5 你摸錯了 那個氣的效果 是更加強的 所以 真的 真的厲害 當然 剛才那隻三隻分切牌 就是我們這些 Elementary 初級 它可以有些很漂亮的花 切 切兩下來看看 即是那些False Cut 假切 你看看 有一個叫做 魔尿 Cube Cut 這下都是一架叫做 False Cut 又是5 也是5 好厲害 好厲害 三隻5 厲害厲害厲害 今天又剛好是星期五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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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